听到敲门声音的月儿警惕地通过猫眼观察门外 在看到敲门的人是服务员后松了口气 但奥尔卡夫人却表示自己并没有叫客房服务 与此同时 一阵枪械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月儿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奥尔卡夫人扑倒 成功躲过了门外杀手的射击 正当服务员打扮的杀手准备开门之际 一只飞镖插中了她的手掌 随后其另一只手的手臂再次中标 丢飞镖的人正是部长 见目标的援军赶来 杀手立刻用枪指向部长 却不料还没等扣动扳机 自己的脑袋就已经被月儿的飞针贯穿 没看到小宝宝还在这里吗 请不要随随便便地开枪 月儿不满地教育着杀手被钉在墙上上有余温的尸体 震惊了一会儿的部长则开始重新部署规划行动 她让月儿先带着阿尔卡母子和护卫小弟 前往第二层二等舱空着的房间 自己收拾完残局后再与他们会合 还递给月儿隐藏身份的面具 并告诉她在无法处理藏匿尸体的情况下 要尽可能避免战斗 毕竟如果客船引发了骚动就会被迫返航 导致护送阿尔卡夫人的计划失败 在部长的安排下 月儿等人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情报贩子也通过对讲机将阿尔卡夫人的护卫人员配置 服务员杀手失联等情报全都传递给了其他杀手 对讲机另一边的杀手 一副衣冠禽兽的打扮 她向身边的同行们提出了合作邀请 由于阿尔卡夫人的护卫来自强大的花园组织 不是一般手段可以对付得了的家伙 所以想要完成任务就应该禁止内部斗争 保持情报共享 最终大家平分赏金 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某位杀人狂的反对 结果这位杀人狂被现场抹杀 不要把杀人狂和我们杀手混为一谈 干我们这行的靠的是信誉 许多帮派老主顾也在这艘船上 要想拿到赏金的话 就必须避免引发不必要的骚动 眼镜男将杀人狂丢入海中后 扶了扶眼镜 算是与身边其他杀手正式结盟 随后告诉对讲机另一边的情报贩子 要事无巨细的将所有情报都汇报给他 毕竟他花了重金 但情报贩子却不以为然的表示 自己的情报都是公平出售 不想被其他人抢先下手 只能自己加油 此时 约尔一行人正在前往其他房间的路上 由于此处休息区正在举办假面舞会的缘故 戴上面具的四人 仅能隐藏身份 又不会显得引人注目 但即使如此 他们依然遭到了敌人的跟踪 察觉到这一点的约尔 本想带大家摆脱跟踪者 却不料杀气从人群中传来 考虑到如果在这里大打出手 就会引发骚乱 约尔决定以隐秘的手段解决问题 只见他拽掉护卫小弟的纽扣后 立刻向杀气传来的地方丢去 藏于此处的杀手 本想通过毒针杀死奥尔卡夫人 却不料自己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纽扣打成了沉睡的小五郎 安全解决第一个杀手后 约尔又顺便以跳舞的方式 解决了另一个杀手 随后带着同伴继续向二等舱走去 与此同时 福洁妇女正在商业步行街玩耍 罗埃德一边跟着阿尼亚一边思考着客船状况 据他观察 客船放眼望去 几乎每个地方都安装着潜艇器 但这倒是并不奇怪 毕竟船上都是些社会名流 肯定有不少安保局的人潜伏于此监控他们 但除了安保局之外 船上还有很多行迹可疑的人 对于这些家伙 罗埃德并不想扯上关系 只想老老实实的当个不引人注意的游客 然而有阿尼亚在 不引人注意难如登天 比如现在他就因为罗埃德不给自己买骷髅钥匙扣 而在地上不停的打滚撒坡 看着不停哭闹的阿尼亚 罗埃德不禁有些恐慌 他知道船上几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 因此如果自己做出不符合普通父亲的行动 就很可能被安保局当作可疑人物请去喝茶 那么给阿尼亚买骷髅钥匙扣 到底算不算普通父亲的行为呢 罗埃德也不知道 并因为搞不清楚而纠结万分 看到这样的父亲阿尼亚的良心终于有些过意不去了 就在他停止撒坡打滚的时候 一段杀气满满的心声传入了其脑海 动手干掉他们 什么叫不可以引发骚乱 老子才不管呢 女人和小孩加起来一共有四十万达尔克 谁会把这些钱让给你们这些玩过家家的杀手 被我索连巴纳比盯上的猎物是不可能逃走的 根据截获的情报来看 黑发女子是个武艺高强的护卫 那就从他开始杀 这段与母亲有关的心声让阿尼亚倍感震惊 不过阿尼亚倒是不担心约尔会有危险 她担心的是索连巴纳比被约尔干掉的场面被罗埃德看到 从而导致她身份暴露 傅杰家就此解散 就在阿尼亚紧张的思考如何挽救家庭存亡危机的时候 罗埃德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 阿尼亚别不开心了 我给你买就是了 把这个骷髅钥匙扣带回去吧 作为这次海上之旅的珍贵回忆 罗埃德浑身散发着老父亲的光辉慈祥 在他看来 自己现在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个普通的优秀父亲 却不了阿尼亚对自己的反应是这样的 你不要过来呀 这种事情怎么样都无所谓啦 在这种情况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